一记红尘非己笑 让杨贵妃心心念念的甜美滋味 荔枝品种越来越多 最稀罕的玫瑰红 会在荔枝季节的尾声娇贵登场 一颗要价十几元 堪称是荔枝界的爱马仕 为了这些无比娇贵的精品 荔枝浓洋药黄 甚至砸下近百万元 盖了一间水帘洞细心培育 当初为了帮父亲守住荔枝园 让退役军人的它越挫越勇 不断尝试种植不同的品种 从价格低廉的黑叶 酪米荔枝 转型为顶级又稀有的玫瑰红 每年一上市立刻功不应求 我们就用这个电碱 力量很大 我们就顺便修剪了 这里剪下来以后 拿电碱的人先把它剪下来 另外我们就用这个锁 再把他们组织整个带回去做处理 三人一组雷默契十足 负责采收的眼睛得够力 才能赶在列举当头前 一举找出万绿丛中马里红 选速把成熟的长大力采收完毕 它的力量很大 你不要以后 好厉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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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工人非常会很浅 这样我们请到的工人都是七十几岁八十岁的 这些人我们不好意思给他太辛苦 跟他操劳 所以我们早上请他们大概五点多钟一点 五点多一点就来采收 七点不到八点就赶快到那个棚子底下 我站在那边做出 农民看天吃饭的悲苦心酸 杨江黄从小就看在眼里 也打定主意 不愿往荔枝园里钻 但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从军退休后 竟然得扛下重担 负责照顾这片家传的荔枝园 爸爸后继屋人就希望他既然退了 就指望他接棒 不然整个都会荒废掉 老爸一直说他于心不忍 看到老爸都不愿意放弃 他一直坐一直坐 他膝盖里年纪年岁那么大 他都纯粹用人力 他照顾了两个品种 一个是黑夜 一个是那个若鸣 若鸣他不开发结果 气候运势 黑夜他只要一出来 他就崩盘 当初我不太喜欢照顾这个东西 后来我想说 我把平凡的东西把它做成不平凡 你看他大不大 很大 这里很多外星 你看这也是啊 好烫耶 他们叫鹅蛋 其实海兰岛他们叫紫粮喜 它紫色的 它现在还没有变紫色 紫色的妈妈就很高兴了 所以叫紫粮喜 它会越来越圆 它现在屁股尖尖 这都还没长大 来到这儿仿佛走进杨耀宏的小小荔枝博物馆 里头还有他最新嫁接的新品种 特别不一样就是说 它真的蛮好吃的 但是它剥开里面的壳 它里面是粉红色的 吃起来有 有一点点奶香味 现在台湾有吗 台湾没有 这是我唯一的 因为我元气里面 我们大概预计三年后发表 我们荔枝从台龙一号到七号 全部都种过 每一个品种都种过 那你想要耗多少 所以我们二十多年来 它很有经验就这样子 但最让杨耀皇引以为傲的 其实是这款鲜红到如此耀眼的 顶级玫瑰红荔枝 它不但散发出淡淡的玫瑰花香 更特别的是它的底部还有一条超明显的缝合线 所以又被人称为拉链荔枝 这条线它由绿开始转黄了 它完全黄了 它就是现在九分手以上了 那这个荔枝就很好剥了 只要朝荔枝的屁股轻轻一捏 等它爆开后 再顺势往两边一拉 就像是元宝般金银剔透的白皙荔枝 剥的时候不但不沾手 一口咬下则是juicy到爆浆 它在八九一手的时候最好 它有闻到香味 又可以吃到它的那个甜味 如果说全熟了或是够熟了 它甜度非常高 它可以甜到那个弹度25度 这个是那个龙树手的记录 但是它那个玫瑰香气 它就已经很少很少了 十几年前杨药黄夫妻良 就是被它的外表跟香气 深深着迷 没想到全心全意投入后 这才发现玫瑰红碧枝 果然名不虚传 不比较贵 玫瑰红它在开发的时候 它绝对不能多有碰到那个下雨 就像下雨的时候 它受荔枝就很困难 它开门到下雨 就剪到一大半以上 如果小火大概米粒大到绿豆大的 就这个中间 再下一场大雨 它就快掉光了 所以有人说 玫瑰红是荔枝界里面的LV 我都跟他讲说 它是荔枝界的爱马仕 它更难更难照顾 走在铺满枯叶的果园里 宛如踩在厚厚的地盘上 软绵有弹性 杨道皇说 这样的草生栽培 可是保护荔枝果树的好榜手 而且为了照顾这些焦滴滴的荔枝精品 夫妻俩不但全年无休 还自制多种有机酵素溢肥 让它们营养满分 结石雷雷 所以我们的本钱在整个来讲的话 我们是比较多一点 外面一般传统的话 贵十倍以上 那个公布也是贵十倍 也是多十倍以上 每个月不停的 一个月三到四次 那个喷那个一体肥料 哪里是太大的 二手大一 对 没得走出来 采收回来六百多斤的荔枝 得依照客户的需求 做不同的包装 其实绿枝来讲 应该是减一粒一粒的 你这样才可以筛选 分析 但是现在的消费者 他看到像这样掉下来的 他以为那个是掉果 磨果 他不喜欢这样 他要喜欢带梗 这是消费期限问题 这啊 这都怕 这个要断掉 哪里是太大的 那个荔枝 荔枝在那里 荔枝也不可以 那不可以 带梗就会比较费工吗 比较费工啊 就跳来跳去跳去 就把时间都做掉了 只见大伙的双手从没停过 包装场宛如战场般 一刻不得闲 每年风有而来的订单 更是让杨耀皇顾暇应对 喂 美女 你好 我今天都找不到你呢 我今天是很不容易的 都在小子上 每天都找不到你 都在小子上 正因为荔枝不耐久放 采收期更只有短短两周 尤其是当它们离开树体 超过三四个小时 表皮就会变得干裂 色香味尽湿 为了让莉莉皆辛苦的 傲娇荔枝 保有最新鲜味味的一刻 杨耀皇甚至砸下近百万 打造一间三十几瓶的水莲洞 好 轮盘起来 在这里轮盘起来 轮盘起来 轮盘起来 这个水莲外面 温度三十七 三十六 三十几度 我们都不管它 但是到了这里面来 因为有加湿 有水莲降温 它的温度大概在地下水的温度 也就是大概在二十六到二十八度 二十六到二十八度 然后相对湿度 那九十一六度 甚至到九十七八度 这种环境 对莉莉来讲 是非常非常好的环境 所以它在这里面 可以保鲜很久很久 如此高档的秘密武器 可不是一般类枝农附和得起 就连种植玉荷包的青农 也特地前来借用 目前杨大哥这边是台湾唯一 有能力储存厂的 所以我们来这边借 那是让这个产品保鲜 就我们早上来看的时候 跟我们昨天下午 树上采下来的品质 是完全一模一样 完全都没有流失任何水分 但是橙色啦 外表看起来也是非常漂亮 千万别小看这整片用特殊的纸 制成了弯曲型帘子 它可是能让稀有的玫瑰红荔枝 保存近三个礼拜 玫瑰红荔枝它是 那个品质非常高 单价非常高 但是我们放在树外里说 有时候那个浑风 热风 它会把荔枝那个壳 它把它吹干了 它吹干了以后它卖相很不好 我们就花钱了 没有建构这个猪荔枝 尽管万事俱备 但天宫不作美 当大伙忙着搬箱出货时 一场雷震雨突然来搅局 倒入 拿到倒入 两三个月去 行为调 没有 今天有点水喔 采收荔枝的人 他是几乎整天是湿的 因为你在采收的时候 好天气 大太阳它流汗 陰天下雨它淋雨 它也是湿湿的 所以采收荔枝它的寿命 就是整天一如树搭搭的 对于天气的瞬息万变 杨药黄不仅相当有感 更透露出些许无奈 因为夫妻俩苦心栽种的顶级玫瑰红 虽然一颗药价十几元 市场上供不应求 但始终离不过气候的异常 十几年来收成率不到一半 依照一般人是不是看了整个崩溃 可是我们看了 只想放弃 他没有 是我 我跟你讲他值得吗 还是不要做了吧 你说是完全放弃 我真的是舍不得 跟我太太两个真的是很舍不得的玫瑰红 我们虽然没有赚到什么钱 我们每年的付出 投资的都没有赚到这个钱 但是我们已经搞了将近二十年 那个都是我们感情 当许多小农抵不住亏损之际 杨药黄始终淡着一颗 永惧的心 越从越勇 永不放弃 守护爸爸临下的互之缘 为自己的第二人生 写下绚来飞跃 看到这里小碧一定很喜欢我们的影片吧 大家好 我是凯纯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跟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影片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